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被譽為中國最美警花 在中國警察網擔任記者的張津瑜 近日被爆疑似當小三 甚至流傳多段北雅視頻 對象是新能源公司 歷樂瑞德集團的高層呂志悅 由於張津瑜在茅出眾 又屬於公安單位背景引發民間熱烈討論 目前微博已經將其帳號刪除 他此前在中國警察網上的照片也全部消失 近日大陸社交平台露出疑似 張津瑜與呂志悅北雅視頻 視頻中兩人不僅尺度大開 對話內容更加是毀人三觀 據指視頻系南方傳出 微博已經火速將張津瑜帳號刪除 並且封鎖相關用詞 由於女方經常在中國警察網報道 中國警務新聞 形象正面陽光 網上還有她穿軍裝警服的形象照 再加上男主角是已分的企業高管 因此中國民間改以諧音方式持續熱烈討論 不少網友紛紛留言 可以說是極品反差了 這人身肯定都毀了 警花被資本和權力玩弄 這就是現實世界 別傻了 中南海哪個沒誰過的 連女公安都屈服在中共高官的淫威 難怪普通女性不願屈服會被打死 公開資料顯示 中國警察網是由中共公安部主管 並且由人民公安部主辦的綜合性門戶網站 截至發稿前 兩名當事人本人和所屬單位都未作出回應 眾所周知 在中共治下的中國大陸 今年時尚傳出淫亂腐敗等醜聞事件 為何中國人發生如此大的改變 《新紀元》雜誌曾分析指出 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共政府陸續批准中國大陸各地經營歌舞廳、酒吧、夜總會、 俱樂部和各種按摩理療場所 表面上這些娛樂場所是合法經營 但實質卻存在色情秘密 而這些娛樂場所的背後 又有公安部門、地方官員撐腰 甚至更高官頻繁捧場 此外中國政府媒體和各大網站也陸續出現色情圖聞 更有中國學者公開提倡、一夜情權利、 亂倫非道德化等行為 資深媒體人、自媒體 《世界的十字路口》主持人唐浩在直播中說 中共一直在說掃黃、掃黑、打貪腐 但請問黃、黑、貪在中國看不在? 不管怎麼掃、還是狠黃、掃黑、唐山黑社會不是又出來了嗎? 貪腐更不用說了 中共官場從上到下一直都在貪腐 他指出中共長久以來在表面上都說掃黃、掃黑 但其實一直都在暗中放中黃、掃、貪 因為黃、掃、貪是中共用來控制人民的非常詭異的一種手法 為什麼中共要放中黃、掃、貪呢? 據說中共才是真正的反傳統勢力或反華勢力 號懼資60億的大連聖堂小京都日本風情街去年8月開業後 因為輿論和大量中國網民的批評等壓力下開業一週後停業整頓 一年之後呈現在眼前的大連日本風情街已經變成中國風情街 原來推都推不動的人流也變得格格冷清 網傳一則YouTube視頻中顯示原來的聖堂小京都已經改名為金石萬港 一名男子說這個女頭現在太冷清了 該男子表示自己問過門口保安是不是已經倒閉了 保安回答啊早就這樣了 該男子說這個日本風情街已經失去往日輝煌了 臭臭格外冷清 原來賣日本小商品的地方全部都變成中國國水 驚劇什麼變廉啊這些人流超級少 一條街兩邊的商店不少大門錦閉 街上看不到幾個人影就是看不到什麼日本的東西了 去連整條街沒有中國東西全部都是日本東西 現在已經變成中國的風情街了 原本這條街上不少賣日本和服的 現在全部都是各種漢服 飯店的招牌原本都是日本字 現在都變成漢字了 這條街太淒涼了 格格冷清啊 街邊的商店有些都倒閉了 現在已經冷清到沒有人離開了 該男子表示去年人多得推都推不動 太多了 現在已經變成落彎的地方 就變居民沒事才來 現在這條街 是家家都是大門錦閉啊 該男子質疑 這條街為什麼變成金石萬港以後 就變得這麼淒涼了 原本那個日本風情街為什麼人山人海 我差就搞不明白了 中國人為什麼不綁中國人牆 大連日本風情街投資60億元人民幣 開業一週即宣布停業整頓 據美國之音報導 大連市日本風情街原本是一個文化旅遊項目 其中的圓林、建築、裝飾等風格 均仿照日本京都地區 商業街售賣的食品、生活用品都透著日本特色 商業街的店舖要求必須是日本獨資 日資佔50%或以上的合資企業 大連市政府本希望憑值這個項目 探索一種將日本企業新投資模式 與大連園區文化發展相結合的旅遊招商新嘗試 結果這條投資60億元人民幣 此見於2019年的日本風情街在2021年8月25日開業後 卻在中國網絡網際上引發反日、抗日的軒然大波 中國網民在網路上對大連聖堂小京都日本風情街 引發了鋪天蓋地的口誅不伐 連中共機關部人民日報的文章也引述網民的批評表示 在深受日本殖民侵略苦難的大連 不應用日本文化炒作、貿取商業利益 在輿論和網民批評的強大壓力下 相關管理部門在開業幾天後被迫在9月1日宣布停業 停業通知沒有交代停業具體原因 只是表示商業街已經完成試運工作 將針對期間出現的問題停街整頓 正式開街時間則令行通知 對此不少網民也有說 將日本風情街變成中國街 讓人流嬉嬉嬌樣樣也變成冷冷清清 說明老百姓用腳投票了 嘴裡說文化自信其實是最自卑的 好好的日本風情街改到亂七八糟 誰還有興趣閒 改文隔一條街人禍饑荒街每日唱紅歌公演批鬥 別定人山人海 害人中害己己己所不育物思於人自作自受 當你抵制他人時無形中也抵制了自己 也好一片大好一片大贏小粉紅都贏了 黃蓋說應該趕成共產一條街 吃樹皮、吃草根、吃樹葉等特色套餐 可以穿黑衛兵衣服、遊街示眾 各種特色更慘過特色、景點 上訪遊戲、活摘身體零件等遊戲 中國在上世紀60年代出現嬰兒潮 如今迎來退休潮 但中國人未富先老、養老危機已顯現出來 官方試圖用延遲退休和增加繳費額度 來緩解危機 在中國不少省份的退休人數 總量已達到百萬級別 如北京市、江西省等地都在300萬人以上 廣東省超過700萬人 浙江省更高達915萬人 中國現行法定退休年齡是男職工60歲 女幹部55歲、女職工50歲 這意味著在2022年出生於1962年的男性 將達到60歲的法定退休年齡 大多出生於1972年的女職工 也將於今年退休 中國官媒半月談此前發文稱 未來十年裡中國將迎來史上最大退休潮 60後群體持續進入退休生活 以平均每年2,000萬人的速度退休 按照國際通融標準 60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比例達到10% 即被視為進入老齡化社會 根據中國官方數據 截至2021年年末 中國60歲以上人口為26,736萬人 佔全國人口的18.9% 其中65歲和以上人口2056萬人 佔全國人口的14.2% 在經濟學上 人口紅利是指因為勞動人口 在總人口中的比例上升 所導致的經濟成長效應 現在人口紅利已經消失 中國國力轉衰 天均政經團隊認為 第二次嬰兒潮出生的人們 將於2022年開始退休 未來新增人口數量將不足1,000萬 而每年新增退休人數超過2,000萬人 並且趨勢會擴大 雖然官方提出要推進延遲退休 但仍然沒有具體方案 中國人已經美富先老 養老危機已經爆發 北京大學國際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蘇健 此前在接受媒體訪談時表示 截至2025年 中國的勞動力預計每年將減少1,000萬 1,000萬是什麼概念? 10年時間就是1億 我們要知道世界第三經濟體 日本的總人口才1.2億 其勞動力不到1億 這個意味著我們10年時間 就損失了一個日本的勞動力 這個問題非常嚴重 蘇健說 蘇健表示從1962年開始 中國進入生育高峰 而法定退休年齡為60歲 這個就意味著從2022年開始 中國將迎來退休高峰 很多人現在還在說人口紅利 其實人口已經沒有紅利了 我們現在談的是人口負債 中國在2022年以後 勞動力將急速減少 這個會從供給一邊 抑制中國經濟增長 同時中國從2018年開始 總人口就已經減少了 這個意味著需求一邊也在萎縮 特別是中南海決策陳認為 中國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 供給衝擊 預期轉躍三重壓力 凸顯北京當局對於2022年 中共二十大召開 這個特殊年份經濟形勢的擔憂 帶來四十大召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